來到這一課,我們就會學一些circus symbol 就是學一些電腦的符號 因為你的電腦是由形形色色不同的組件去組成的 如果你每次去畫一些3D的圖畫 或者是一個很真實的整顆電池畫出來的時候 因為太浪費時間了 而且看的時候也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些不同的符號去代表電腦上面的物品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第一句 We can use a circuit symbol to represent each electrical component 是的,就即是畫 我們可以用一些圖畫去代表它們 好了,第一個,電子的符號有分正負極的 正極那邊就長一點,負極那邊短一點 就是這樣 正負極就不需要標明出來的了 我這裡寫給你看的 好了,到下面有4個電 連著 group of dry cells 那怎麼畫呢? 那有4顆我會不會 這樣畫出來呢? 可以! 那如果我說6-7顆呢 那是不是很浪費時間呢? 那它們就會有一個group of dry cells的 symbol 就是這樣的 就是畫頭尾兩顆,中間散略就可以了 好了,那燈泡怎麼畫呢? 那就是一條線,跌了一點點出來 找一個燈泡脫著它 那這個就是燈泡了 下面Ammeter呢 就是有一個圓圈 裡面放一個A字呢 就是Ammeter Volmeter也是一樣 一個圓圈裡面畫一個V字 就是Volmeter 好了,那去到resistant呢 有兩種的 有一種是resistor 第一個啦 下面那個圖就是reels 那它兩個也有很相似的地方 那我們畫出來是resistant呢 我們就會用盒裝著它 四方形 四四方方 這樣就是一個resistor 好了,那real stat 跟resistor有什麼分別呢? real stat的resistant是可以給我們調節的 我們可以 推上面的slide去選擇不同的電阻 這樣 那電阻都是同一個畫法的 都是一個block 一個四方形 那我們加少少在上面 可變電阻 那怎麼可變呢? 加一個箭咀就可變的了 好了,那電線又怎樣畫呢? 電線 給它一條線就是 OK 下面那個switch 開關鍵 那我們來做一個 一個圓圈 兩個圓圈 有道門這樣 OK,switch 這個就是開關鍵 好啦,如果詳情的話 你嫌我畫得太滑 或者你完全不知道我畫什麼 你自己揭開書 一百二十五頁呢 你又可以詳細看得到 不同的圖形的畫法 那你熟讀完 每一個 Electrical components 的 symbol是怎樣畫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慢慢來 你做這些example 那你一看下去這個圖形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很難畫的 你完全不知道哪裏入手好 因為很多線啊 很多components 你不知道哪裏畫好 那我就會建議一樣的 由電池開始看起先咯 首先我們畫了一個電池先 電池正呢 就長一點 符號呢 就短一點的 OK 我已經成功了一大半的了 畫了這個圖出來之後 好啦,接下來我會怎樣做呢?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你就是用你的手指指著電池的字 慢慢在那裏掃下去 跟著條電線掃下去 你就想著自己的手指就是電流 好,第一樣東西通過些什麼? OK,現在通過一個燈泡先 那我們就拿一支筆就畫了 OK,我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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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我遇到一個燈泡先 好,就畫了出來 然後再用手指按住circuit 然後再流下去 遇到什麼呢? OK,switch開關鍵 我可以畫一個開關鍵 開關鍵 開關鍵 好,接著你再拿手指呢 慢慢掃 好了,我們回家了 回到電池的負極了 那你就畫上去呢 這樣就大致上就完成了 好了,去到這裏呢 都是這樣做的 一開始我先畫了電池 先 升極就長一點 負極就短一點 好了,接著手指指著circuit呢 我們沿著這樣游下去了 那我們會經過些什麼? 咦,我們進了個A-meter面再出來 那我們呢 就馬上畫個A-meter 就這樣先 好了,那再指上circuit了 出了A-meter之後 我們會經過些什麼? 我們會經過燈泡 好了,畫燈泡 好,接著再來 經過燈泡會經過switch 之後就回到電池的負極 好,這樣就完成了 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有一點複雜了 不過都不要緊的 我們首先 最擅長的是什麼? 我們最擅長的是畫電池 首先畫了個電池先 現在有幾個粒? 兩顆電池了 所以要加回兩條線給它 好了,來了 我們會見到電池正極那裡有兩條路 給它選擇的 你想選擇上路先還是下路先呢? 好了,那我現在先選擇了給你 我們就先走上面那條路 那上面那條路呢 我們會經過什麼呢? 經過長長的電線 我們就進了個幅度 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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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綫線 平常 從事前 復ご tomar 約它 你可以嗎? 好,接下來上路走完 我們走內 он 走內 たき 遇 Its 三個燈泡 先畫出來 走下路 經過三個燈泡 一二三 經過三個燈泡之後 我們經過switch 開關鍵之後就回到電池的虎端 開關鍵 我們就回到電池 這樣就畫完了 大致上我們畫circuit symbol circuit diagram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你可以看到我剛剛畫的幾個circuit diagram有幾個共通點 它就是四四方方 簡簡單單 這樣就是為止正確的 你不會畫到一些線歪來歪斜 例如說我這個switch 脫皮脫骨 這樣就不太好 這個就不太好 以下有三個example 讓你自己試試玩一下 它可以不可以 我會畫個答案在後面 你現在可以pause一段影片之後 自己拿一張白紙出來試一試 用我的方法畫一下 現在自己試試畫 我準備寫答案 你現在pause一段影片 OK 答案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了 那有些同學就會問我 那 阿Sir 那是不是只有一個畫法 這個circuit diagram 我可以回答你 不是的 不是的 那 你其實可以把 我這個resistor 還有 那個bub 調位都可以 即使我可以不是這條直線上 畫resistant 在下面這裏畫便可以 那跟著呢 那個bub就移到上面 那其實都是可以的 位置 沒有關係 我只要呢 通過的時候呢 首先通過resistor resistor 跟著通過bub 然後回去電池的負端 這一個都是 經過resistence 跟著我們經過lightbub 跟著就回去 負極那裏 那跟這幅圖都是一樣的 都是呢 由電池的正極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分兩條路的example 那你畫完上路之後呢 畫完下路 那就可以完成一個circuit diagram 好了 那現在呢 就想 只用文字來考考你呢 可不可以畫到 這個circuit diagram 出來 那我現在形容給你聽到 它就說 an emeter shows the size of the electric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a resistor connected with a dry cell 那我們先圈下一些重要的詞彙先 第一個它就說呢 那circuit diagram呢 有個emeter在那裡的 它就measure the size of the electric current 它想量到電流啦 第二個key word是resistor 它有個resistor在那裡 固定電阻的resistance 好 跟著最後我們會connected to a dry cell 我們有個電池的 好 稍微給點時間你想一下先 好了 來吧 光陰指正 未pause video的同學 現在馬上pause了 我們先想一下 好了 那我們畫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會見到三樣東西 emeter resistor dry cell 我們很簡單畫了一樣東西 dry cell 我們全部都是由dry cell開始畫的 好 dry cell我們會通過電阻 我們畫了電阻先 好了 好了 我們通過電了 他沒有說其他東西了 那我們回家了 好了 還有補充一點的 他就說呢 要放個emeter下去呢 量度個size of the electric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the circuit 嗯 那即是說呢 我們要放個emeter下去呢 量度一下這個circuit裡面的電流是多少的 那我們量度電流的時候呢 我們將個emeter怎樣放的 那我們要量度裡面的電流嘛 那我們直接放個emeter進電流裡面的了 那首先我們開個缺口先 那在那個缺口裡面呢 加上emeter呢 就可以量度到裡面的 電流的 那現在是電流的 所以看到了 是電流的電流 來到circuit B 但是它可以turn it on and off 可以關閉和開 好了再附帶多一點 它的brightness 即是它的光暗 是可以控制的 我們先告訴自己 可以turn it on and off 即是說 我們要有個開關 跟著 brightness can be controlled 即是說我可以有個 電阻是可變的 可以嗎 2 dry cells 再畫了 2 dry cells 跟著還有一個bub 即是說現在有兩個電池 是連著一個燈彈 然後我們會有個開關鍵 然後有個可變電阻 我們再看一看電腦 電流可以流過燈泡 再流過開關鍵 開關鍵就是可以令它turn it on and off 可以開關關鍵 然後我們會通過一個可變電阻 可變電阻就可以改變這個circuit裡面的電流 electric current 當你可以改變一個circuit裡面的current的時候 你就可以控制燈彈的光暗度 電流大一點 燈泡就會光一點 你當你電流減少的時候 你的燈泡就會暗一點 行不行 好啦 我們來看回個key points summary We use different circuit symbols to represent different electric components 我們用不同的circuit symbols 去代表不同的electric components 第二點 We use a circuit diagram to show how electrical components are connected in a circuit 即使我們用電路圖 去表示整個電路的軟件是怎樣 拼合的 OK 好了 8.5課就來到這裡了 不明白的同學就看多一次 其實circuit diagram你畫多幾次就懂得做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不用擔心